今天早上一位网友给我留言 他说小胡子 我想买马自达昂克塞拉 我一直都很喜欢 可是我看网上很多车评人都说 他这个车子不咋地不好 不如同级别买卡罗拉薰衣或者宝莱 小胡子你说句实话真的是这样吗 我最近就想入手 确实是这个随着马自达大降价火热了一下子 但是也迎来了很多车评人去喷他 我告诉你啊 喷马自达的车评人都是没开过马自达的 他就像一个吃了风口灯的一个车评人乱咬 喊哨子知道吧 是的就是这你说的这些车评人喷马自达 我也刷到过同样的视频 为了博取路量才去喷 也就你会说他被充值了 我告诉你他还不配充值知道吗 你去修路厂问问这修理工师傅们 马自达的发动机病人箱承担件到底怎么样 能不能入手 对于老百姓来讲 一个十万出头家用代步车 你就选一个发动机病人箱就行了 恰恰马自达的自然吸引发动机 非常皮色耐用 除了动力不如沃沦增压的 跑二十多万公里打开发动机厂 里面仍然是干干净净的 就是有点灰尘 绝对不像宝莱朗逸那样的 油管满面丢机油 剩机油了 什么转向机一响啊 变入箱一响啊 水泵也漏水了 绝对不会的 知道吧 记住 一定要买2.0升的啊 1.5升那个尽量不要买 但是对动力没有要求的也可以 没有任何问题 只要你舍得踩 它动力也不用 思续代步 变入箱是马尔达自主研发的 绿一梯变入箱 这款变入箱是非常牛的 社长建党是非常平顺的 调教的是非常聪明的 人生合一 只有开过的才知道 吐槽最多就是说 他后面是个牛粮选家 那么我想问你 轩一宝来朗一不是牛粒粮吗 那咋的他们就香吗 他们的牛粮还不如马尔达的 他们的非常薄 但能冲压的 你再看马尔达这个牛粮 它非常厚 而且是原装日本进口的牛粮 采用了叠形仿生技术 能够平衡舒适和操控性 并且是一张钢板卷压 无数焊接而成的 所以说马尔达的车子 在过弯操控的时候 才更好一些 比那三个强多了 牛粮选挂调教的好的 一个是马尔达 一个是东风标志 马尔达的空间是一个短板 在一个冬天能启动的时候 袋数的声音有点大 但是车子热上来的时候 过两分钟就没事了 它跟质量没有这个问题 不耽误你使用的 车上安全也要比什么 保来朗一圈一好很多的 马尔达是日系车里 最不通工减料的了 算是比较良心的了 知道吗 整台车前部后部 都使用了1800兆帕的 超高强度钢 知道吗 车身框架都使用了 1300兆帕的这个钢材 包括你这边 看不到的地方 预料都是非常好的 刚才我说的 那个发动机变速箱底盘 就是马尔达 以以为要的创造蓝天科技 对吧 它这个发动机的技术 就是双可变气门 正式技术和钢内直喷技术 压收笔达到43比 它们那车 能达这么高压收笔吗 不可能的 知道不 它这个变速箱 有人说是爱信代工的 不是 是马自达自主研发的 有两组 辛普深行刑处轮组成的 通过捷偶 实际上六个前进挡 非常优秀的一个变速箱 你在把这个马自达的底盘 升起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 这个马自达这个底盘 非常功能 中间的部分 还有一个防撑拉的一个 X型的一个钢板 在保护着这个底盘 而且防护做的是非常好 那么开马自达 安格塞拉在开保雷朗逸的同时 底边扎车感支撑性 保雷朗逸是可以的 但是 它们的操控 过弯速的支撑性扎车感 绝对是没有这个安格塞拉好的 知道吗 而且外观 绝对要吊打什么保雷朗逸他们的 这个车子 你也可以放进去购买 就买这个99万 2.0升这个动力 这种版本 变买1.5的就OK了 那也没有开过 或买过 用过马自达车子的 对我说的 没有不同意义和验马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总发评论点赞 拜拜